史荟总 文维 文维 ichting of 当你给了交易与世纪的物品 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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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维. 文维. 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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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维。 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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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太好了,太好了,非常好 公民社会的构建 主要三个构建 第一个就是 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 并不是说 有公民的社会 就是公民社会 有公民的社会 如果公民 还是笼罩在 奴隶主义的下面的话 对自己的权利 和义务 没有充分的认识的话 这样的社会 它够不上 说是公民社会 所以我认为 公民社会第一个条件 就是它的公民 必须是具有明确的权利意识 和义务意识 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 而且 认识到 必须尽自己的社会义务的 这样子一些 一些公民 而就目前来说 达到这样子认识的公民 恐怕是不是很多 所以我这里面 第一篇文章就是 吴柳春 那个陶士龙 转救我的时候 有一个人提出了 什么叫公民意识 我就很简单 大概有一千来日 就说明公民意识 就意识到自己 公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权利和义务的 他首先意识到 意识到自己的权利 才敢于 而且勇于去 维护自己的权利 如果他连自己的权利也不认识 那就谈不到 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是 这是 我觉得 第一条 所以虽然我们的宪法 已经规定了 公民的一些权利和义务 我觉得宪法的这部分规定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但是 当权者 没有 旅行 而公民 广大的公民 也没有去维护宪法 给予自己的一些权利 所以这样这个 公民 不能够说是 合格的公民 至少是 不能够说是 不能为公民社会提供 最基本的条件 最基本的基础 第二 我觉得 以公民社会的构建 就是 由于宪法规定的接受自由 在接受自由这样子一个公民权利之下 宪法权利之下 能够公民能够自由结设 自由阻挡 所以 在接受自由条件下 公民能够组成自己的 群众团体 组组成自己的社会团体 我认为是可以构成为 公民社会的第二个构建 这个社会团体是 在国家和民众之间 可以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环节 所有参与社会团体的公民 可以利用 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 一个集体组织 来 鼠发自己的 观点 鼠发自己的期望 和自己的要求 通过社会团体 来 参与 参与政治 参与社会 但是呢 目前 社会团体 虽然说是已经 我们中国号称 有成千上万的 社会团体 但是 大量的社会团体 都不是 自由结设的产物 而是官方 认定的 成为 半官方的 机构 最明显的 比如说 什么 什么 工会啊 清联啊 文联啊 等等 成了个 准官方机构 而且越来越像官方机构 靠近的 这样子 成为官方机构的 派出所了 所以不是 体现 它所代表的那部分 群众利益的那些团体 目前那个一个关于接受的条例 那个叫 叫什么 我 不记得了 首先 接受 需要挂靠一个 一个党政机关 什么什么 或者事业单位 你然后才能够 这个 有权利去申请 接受 也就是 你首先要 找一个婆婆 找一个娘家 你 把你管起来 所以这条 所以这条 目前的国家机关 那个关于接受的 这个条例 首先这条 就 完全就否定了 宪法的 接受自由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么 很多民间要接受的话呢 它找不到婆婆 找不到挂靠单位 所以有些 咱们现在北京 有些就 找走 曲线接受的道路 就是说 申请作为 到工商局去 作为企业单位来登记 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 困难就很多了 一个 它要 它要接受 这个工商局的 关系 对于民间企业的要求 来来管理这个东西 所以 所以 像那个 许志勇的那个 那个什么 工盟 工盟 是吧 对 是 采取得要 曲线接受 结果还是 不能渐容于 当局 所以这样子 我们现在实际上 是没有 没有接受自由的 所以 这样子的话 就公民社会 这个 这个最重要的条件 就被 违法宪法的一些 做法 所排斥 所以我 我 我知道在 我们在 1988年 1988年 在探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问题的时候 关系接受自由 曾经是我们 我们当中央党校 有一个 整体制改革研讨小组 曾经是我们的 一个议题之一 我们当时提出来 就是 社会团体 应该 有 实现 四字 这个 一个是 自定章程 就是 这个章程 就是要 要 要 他自己来定的 这个 而不是官方 所强加的 现在 我在这边 原来这边 一篇 我们都没谈到 现在我们有些 有些 社会团体的 章程 官方更定好了 别的我不知道 比如北大校友会 我们原来 八十年代 成立的 北大校友会 基本上是明显的 这个 有我们自己定的 章程 比如说 我们这个 除了会长 副会长以外 主持日常工作 是总干事 和副总干事 但是后来 大概 二零零几年的初吧 兴师期初吧 他要重新登记 曾经重新登记过一次 没有提出什么 但这次重新登记 他不一样 他一定要 你的章程 要修改的 按照他那个章程 来修改你的章程 那就是 会长 下面要有 秘书长 副秘书长 这个其实非常荒唐嘛 你原来接受词 有人想愿意叫什么 要叫干事长也可以 叫总干事也可以 叫秘书长当然也可以 是不是 你会说 非要他叫秘书长 结果我们北大校友会的章程 把这个章程修改了 就是说 会长 正会长 正会长 副会长 还有秘书长 副秘书长 这就是 因为这个章程他定的话 所以他的活动方面 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 我们当地是个章程 就要施定 当然 我刚才讲的 北大校友会那个例子 发生在我们 这个提出四字以后 他这个事情 所以说明 这个 社会 目前的社会团体 在官方的 这个 管理办法的 又是说自下 缺乏这个 四字的第一条 就是 自定长成 第二个就是 自选领导人 就是这个 他这个领导人 要 不要有国家的指定 更不要有国家的指派 这方面 我记得 深圳在 前几年好像 我记得有 我还写过 评文道 我记得有 有一个 他这个 说 原来官方派去的 参加行业协会的 一些人 全部退出来 我说 这是一个 非常明智的 措施 这个叫去年 北京的 律师协会 有一部分 律师要提出 律师 律师协会领导人 要由 律师协会的 会员来选举 这本来是 非常正常的 非常合理的 要求 但却被认为是 这个 提出这些 要求的律师 很多都被 被调 一开始要 调销执照 律师协会 没有禁止 这个 停止 他们的 这个 重新登记 然后 停止 这个 年纪没有通过 等等 总而 通过 官方的 权力 来压制 那些 提出 要选举自己的 要由 律师 会员 来 选举 会长 副会长 合理要求 这是非常明显 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团体 按照 他的管理办法的管理 完全是 与公民社会的 要求 不相符合的 在这样 这个 由官方指定的 领导人 他只能够 因为他官方指定的 他领拿了 按照官方的薪水 他只能够 听官方的 按照官方的 要求来办事 而不是 按照 会员的 要求来办事 不是 体现了 会员的利益 为 维护 会员的利益 来办事 而是 接受 有关管理部门的 要求 来限制 甚至 拨夺 会员的利益 来办事 你想 北京律师协会 最后还有 还有两位律师 最后被拨夺了 一个是 刘薇 一个是 唐启田 实际上 这样的 律师协会 完全是 官方 总是 官方的工具 甚至在一定情况下 成为官方的打手 完全赏识了一个 社会团体 一个群众团体 应该有的 兴致 所以我说 社会团体 第二条 要自选领导人 这样子的 社会团体 才真正是 符合于 国民社会要求的 能够维护 它所代表那一部分 群众利益的 社会团体 也可以说 能够在公民社会当中 起一个 推进社会 向前发展作用的 这样一个社会团体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只阻挠 社会前进 社会进步的 这个社会团体 这是第二条要求 第三个字呢 就是 自筹经费 就是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 那些文联 工会 清联 这个经费 都是国家给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就等于是吃了 吃了谁的饭 就听谁的话 这个 所以社会团体 要独立自主 首先在经费上 要自主 要有独立的经费 不能依靠国外方 你经费多 都可以多办事 经费少 少办事 你真正能够为 你的会员 会议所代表 为你所代表 那部群众 办事 维护他们的利益 维护他们的权利 那样子的话呢 群众 内部会员 他也自愿地会 掏出钱来 来提供 你们的活动 为开展 这个社会团体的活动 提供经济的 经费的支持 这是第三 第四个就是 活动自主 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是 也是 作为一个社会团体 最重要的构建 那么 而且是 必须以 前面三个字 为前提的 如果前面 没有三个字 不能自制定章程 不能自选领导人 不能自筹经费 那就 在很大程度上 就丧失了 自主活动的权利了 因为你必须 依靠人家 没有前面三个字 也就没有后面的 自主活动 所以 这个 因为社会团体的 责任 就是维护你所代表的 那部分群众的利益 而要维护 这部分群众的利益 你 开展活动 就必须根据你所代表的 那部分群众的要求 来开展 而不是根据官方的要求来开展 所以 我认为这四条 当时我们在1988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 在探讨社会团体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提出的这四条 非常遗憾 这四条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条是实现了的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目前的社会团体 很难起到一个 作为一个社会公民 公民社会的构建的一个作用 当然现在有很多 没有登记 但是你 也在开展活动 一个说 山寨 山寨社团 反正不管什么 我们就那么 那么那么开展 那么活动那么开展起来 我觉得现在真正起作用的 恐怕还是这些 山寨社团 公民社会的第三个构建 我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 为什么要说公共知识分子呢 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广义的 有些人把知识分子定义弄得很窄 是能够有社会担当的 有知识 有社会担当的 才能够构成知识分子 我就不能够这样说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的 知识有知识 有相当的知识的 都是知识分子 但是 当然就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这个特点来说 他这个历史责任呢 就是 成前起后 传承 这个 民族的文化 传统 和道德传统 当然 知识分子起的作用不完全一样 这个 从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 学而优则是 当官 这个 利用掌握的政治权力 来为百姓主持公道 这 应该说是 我们 两千多年以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的 这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价值判断吧 就是说 你的知识分子 是不是有出息 是不是 能为老婆去办事 那么 就看你是不能够当官 那么 那么 考了考中 举人 静视 状元 等等 因为 不是有句话吗 叫 达者 奸祭天下 穷者 独善其身 只有达 才能够奸祭天下 这确实有道理 因为 你有权力 才能够利用你的权力 来为老百姓办事 那当然 当了官的知识分子 并不见得都能够为老百姓办事 都能够奸祭天下 所以 学尔悠这事 这个事的含义的应该说是 为老百姓办事 为老百姓主持公道 利用你所掌握的权力 利用你所掌握的权力为老百姓主持公道 这才是为学尔悠这事的一个正道 那么进入现代社会的话呢 知识分子的传承文化和道德传统 并不限于是这个叫狭窄道路 而多方面的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特别是五十年龙以后 那个知识分子为社会 这次贡献的道路就 就比较宽广了 尽管很多道路 也是很艰难的 很危险的 但是毕竟 知识分子视野 开拓了 开阔了 认识到为社会服务 为民众服务 推动社会前进 并不限于 这个 这是这条道路 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真正意识到 自己应该为 推进社会的发展 推进社会的进步 做出贡献的 这个 不是很多 应该说很多 很多人在年轻青年时代 大概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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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多方面知识的时代 追求真理的时代 往往容易 建立一种 健康的理念 觉得自己 觉得自己 要为国家 为社会 为民族 献身 争取国家一个 更好的 美好的前途 为投入这样的美好事业 来奋斗 但是 踏进社会以后 往往就 这个 逐渐逐渐的 丧失了 最初的 理念 而被 这各种各样的 社会病毒所侵染 至于 进入新世纪以后的 青年 非常遗憾的 我觉得是 连 大量的青年 不下五世以后的 以来的 几十年当中的 很多青年 丧失了对 理念的追求 对理想的追求 对于 为民族献身的 有个 一些理想 但是 在判断 整个的判断 当前青年 一代的时候 我觉得 还不能完全 否定 这一代 我认为 这个 目前很多 朋友 看到 八零后 这个和九零后 看到的是 看到 他们这些 青年知识分子 看到他们这个 黑暗的面 比较多 我觉得大量的 黑暗面的 大量存在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觉得 在任何一个时代 先进的 永远是少数 任何一个时代的 任何一个阶层 任何一个群体 先进的人物 都是少数 在这点上 我就现在 这个 八零后的 九零后的 青年当中 也不乏 有理想 有理想的 有志气的 有志气的 一些人 所以对这一代 青年 特别对这一代 青年知识分子 我觉得 不能够丧失希望 他们当中 他们当中会产生 相当大量 相当数量的 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 我认为 八零后 九零后当中的 少量的 先进分子 当然从这个 整个八零后 九零后 一代来说 是他们少量的 但这个数量 绝对数量 应该说 是很口观的 很口观 绝不是个别的 也绝不是 极少数的 那么 这些人 能够有社会担当的 承担社会责任的 就不单单意识到 自己有权利 如何如何 也意识到 自己有责任 有义务 推动社会前进的 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 我应该就是 知识分子当中的 先进者 也就是说 应该是公共社会 公民社会 所要求 公民社会的构建 形成公民社会的 必要构建当中的 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所以他们的 必要的条件 我认为 也就是 这个 陈寅确卫 王国威的 那个提词的 就是 具有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 而且 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 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 才能够说是 公共知识分子 而这些公共知识分子 正是公民社会的 作为 我个人来说 应该说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构建 就正是有这样的一批人 尽管在整个社会来说 也许是少数 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来说 也是少数 但是 但是他们在 公民社会所起的作用 是一种先进的作用 是推动公民社会前进的作用 这个 2005年 那个南方周末 不是提出这个 五十公司分子 后来是金左 金右 还是金左 金右 我忘了 不是 每年都提一百个公共知识分子 我认为这个活动 还是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 当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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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公共知识分子 绝不只是一百个 而是 目前我认为是成千上万 应该是成千上万 包括 这些 大量的 参与维权活动的人士站内 那么 所以 刚才我讲的就是 公共社会构成 公民社会的 三个重要构建 就是 和各的公民 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 和义务的公民 和 独立自主的 自由的 社会团体 和 一定数量的 公共知识分子 当 一个社会 培育了 这三个条件 三个构建 而且 使 这个三构建 能够在一个健康 成长的环境当中 法育成长 这个社会 这个公民社会 这是 形成为 推进社会的 推进整个国家 民族社会的 前进 更进步的 重要的 力量 有一种说法 就是认为 社会 由 主要是 决定社会方向的 主要一个是 三个 三个 结构 三个 也就是可以说 三个构建 一个是 这个国家 国家权力 一个市场经济 一个是 公民社会 那么 目前我们 中国的状况 应该说 在这个三角架 在这个 社会三角架 当然是 公民社会 是一个最 欠缺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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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 现在是 应该说 国家权力 是 非常的 强大 市场经济 是 扭 是扭 扭曲了 的 扭曲了 的是 一个 变形了 的 市场经济 而 公民社会 这根本 不存在 只 存在于 政治权力 的 夹缝当中 可以说是 比如刚才我讲的 这个 山寨 山寨社团 和公共知识分子的 努力 等等 不被 就是 健康的 正常的 公民社会的 有生力量 不被 政治权力 所承认 而且受到 政治权力的 迫害 和 摧残 我认为 这是目前 公民社会 是不能成长的 最重要的 原因 三个构建 当中 目前的 路线 方针 政策 有很多 不是 出境这三个构建 的健康 成长 而是 现实 不多 这个 三个构建 的健康 中生长的 条件 比如说 公民 合格的 合格的公民 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义务的公民 就需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教育条件下才能够逐渐形成 而这个条件 首先就要求新闻出版自由 要求言论自由 要求 是公民能够得到充分的权力和义务的教育 那这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不具备 至于社会团体 刚才我也讲了 受到严格的限制 公共知识分子 都被当作敌人 那受到 严格的 限制 监控 迫害 摧残 所以这个目前我们中国社会的状况 政治权力独大 公民社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只能够存在于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夹缝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局面 非常可悲的局面 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有公民社会当中的一些健康的力量 一些地下的非法的三战社团 和违背一些权规豪强的意志 来开展维权运动 推进改革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这样子一些力量 这样子一些公民 这样子一些公民的努力 当然这个力量和政治权力相比是非常非常弱小的 但是尽管弱小 我认为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 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 所谓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我认为这样子一些力量 能够做出充分的努力 一点一滴的 一步一步的 为促进建立公民社会而努力 我相信我们中国总有一天 会形成一个 会发育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在开展里面有力量 降育出一个文化 你要做到很多东西 因为这一步的 会发育出一个健康的国有进行 就是因为如果身份的 改革的网站 感谢观看